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片全程,欢迎来到全程解说 继续打索尚街巴尔大师区,一批徐蕾对蓝币张无敌 那这两位选手在一起的话总是能打出不一样的风格 不一样的水平,不一样的赛点,也就是不一样的看点 开始,兄弟,我们来亲密接触一下 又来到了咸鱼躺倒的地方,悬挂的地方 赶紧从那个角落出来,不然要被归类为咸鱼了 一波捏头 那本田打红人,下盘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那对方一直发波,只能直跳,不能前跳 对方在一个半身为发波,这个很难受 好,掉白边,兄弟,你不什么的头一直在后仰 我不明就里 你问的太多了,兄弟 你问那么多干嘛 两匹受到了制裁,这个反向神龙摔尽 来了,那打本田 他这个逆向很考究嘛,一定要贴着他跳 而不能先手跳,就是要进了他的身 再跳,不然他会躲过去 那这是一个身位上的一个讲究 好,杂拳 你问那么多,你想干嘛 好,老甩妖 搬进来 你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块板砖 搬就行了,兄弟 喂喂喂,爹了 好,来兄弟,燕子超水 好,神龙 难道,难道要绝杀 差一点点 好,起身 放住 这点血量轻松碾压 不可能被反杀 反杀直接吃键盘 直接吃键盘 一个探月神 好,看一下第二局 那鱼蕾现在不慌 有上张无忌的这种压制 第一把的话,张无忌也没什么 特别好的招式来牵制他 基本上还是发波 发波,好的,这个神龙很借功底 神确认 因为接机的速度要比 应该是网站的速度要比接机快 就是说确认的话需要 非常强力这种反应 要看准他的动作 可能有时候你来不及发动 文面哥来了 把他逼到角落 那现在我漂亮一个飞腿 兄弟 我要站起来了 我要站起来了 武大郎终于站起来了 神龙 静神1234 硌脚 12345 哇,绝杀 那只要下盘失手 葵花带走 200 第三局 那依旧战术战略 战略的话还是压缩板边 就对相扑来说压缩板边 但战术上呢 怎么安排 肯定是偷下盘为主 现在对方没有前跳 没有前跳 对相扑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因为这意味着你进不了身 进不了身就揉捏不了张无忌 误漂亮 这个神赌 这个风味到位 好来了 下盘紧身 对方紧身好 现在节奏控制在了张无忌的手里面 现在不太好出来 对方快满波压制 本田根本不敢前跳 好的 前方手的话可以缓解一下 心中的焦虑 有时候并不是真的要出千佛手 只是缓解心中的焦虑而已 哇猪腿 兄弟喜不喜欢吃火腿 不喜欢吃也不要打我 看一下第三局 前两局的话打成个平手 对方不太喜欢吃火腿 不喜欢吃火腿的话 本田没有意会到对方的意思 好来了 还是继续吃 不喜欢吃就对了 走 进身 你可以看到一个主旋律 两匹拼命在躲 一匹拼命在进身 那这是两种文化的碰撞 走 来了 一个超米线 一个猪腿拦截 我前后手来来 物漂亮 所以说本田只需要一个机会 小砍手 只需要一个机会倒地 就是纵观全局 他可能就这么一个机会 就翻牌 那这是街巴尔里面 很耐人寻味的一点 就是各种利回 利回完了以后呢 就是抓到一个机会 你可能就再见了 隐忍呢 隐忍也是很重要的 要有信念 目标坚定 突然聊到哲学 哲学层面了 走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好 升了 一波 所有隐忍都是为了 那一刻的爆发 寒蟬效应 走 一波 捏 好 来兄弟 寒蟬妻妾 对长亭碗 捏起来 哇 啊 文面哥被捏了 上头 非常的上头 文绝吧 兄弟 又一个文绝大师 双方都是文绝大师 半斤八两 猪腿上脸 来猪腿 选起来 啊 兄弟 哦 刚才那几猪腿 伤害你极高 两波 好 还要精神 走你 起跳 完了 哎呀 这个失误太大了 哇 哎 这个高点神龙 一匹也没想到啊 好的 顶起来 我点了个肺 哈哈哈哈 啊 兄弟 不要动啊 完了 跌头 好 牺牲 好 摸一下 老甩腰 最终还是倒在了老甩腰的手里 哎呀 笑死了 所以说就是一刻爆发啊 它的爆发力非常的强 这个游戏的深度 深不可测 一波 两波 叫做大道质简 越简单的游戏 它的哲理就越深 就越需要做猛 啊 就是为了一毫米的距离 你可能要费尽全身的心力 好 紧身紧身 对本田来说真的不容易啊 虽然说从树心上来说没有波 但是只要近身 在他的攻击范围 红人就很难办 好 其实 他就是打你的一秒钟啊 然后一毫米的这个差 距离差 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 啊 总办全局的话 本田都一直在挣扎 而且一直打到后手 拿到一个机会啊 直接就翻牌 可以 一波 好 紧身 正能跳吗 兄弟 1234 起飞了兄弟 1234 哇 对方也不是好惹的 这个灯很亮啊 200 好 咱们最后再来看一把 啊 这种这种局面 虽然说不是很华丽啊 但是 那种找机会的 时间 啊 这段时间是特别耐人寻味 好 怎么样 哎 打一茶盒可以的 对方中腿没有打中 中腿没有打中 现在没有进攻的机会 不敢发波 发波被牵制了 你看 啊 就是这么简单 打到之前 想跳入 啊 跳入的话不那么容易 现在发波好了 把对方推远 这有机会啊 中腿 啊 对方一个撒尿牛丸 起身 一百 呀 看 文面哥的距离 就在你 一个半身位以内 都是他的覆盖距离和强势距离 红人的话 只能等他跳 近身 阿翔错下盘 物漂亮 这场合 在一个下腿起手之前 马上发动 看似是一个劣势 一个劣势 其实是一个优势 只要你拿捏得准 把握得住 好的 你看又是一个插盒 我顶了个肺 来 现在本天血量 我占优 不敢前跳 不能前跳 不敢前跳 也不能前跳 除非距离够 对方有终身龙 可以打你的超远距离 所以说你在两个身位以外 起跳还是不安全 猪腿是最安全 一波 两波 再来 兄弟 不要再发波了 我奉劝你一句 时间不占 时间不占优 要再见 放弃治疗 自杀性行为 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 同仁这个距离拿捏得也是非常死 一波 走 来了 进入强势期的 又被打回了一个立会区 所以说你要知道在什么区间做什么事 出什么招 这是需要去思考的 尽管它是一个格斗游戏 但是你不思考就会输 就这么简单 在略是被动的时候 更要思考 恐惧是一切创新的杀手 一切思考的杀手 在你非常恐惧的时候 越是要思考 怎么出来 锅底效应 一波 完了 再思考也没有 你停止思考吧 兄弟 你停止思考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结束到这里 大家下期的节目 关注 下期再会